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2024年4月8号,星期二 昨天有两个非常大的采访 一个是Tag Carson采访Elon Musk 他们两个人的一个精彩对话 一个是CBS的60分钟采访了哈里斯 前者是非常精彩轻松的一个对话 后者是一个Kamala Harris的一个大翻车 那么先讲一下Tag Carson和Elon Musk之间的对话 这是两个美国非常聪明的人的对话 那Elon Musk就像他在川普的rally上给人的印象一样 他非常的拼命有礼 非常的我觉得轻松吧 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谈话 不时的有欢声笑语 如果你要说要用Joy来形容一个采访的话 他绝对不是Kamala Harris面对60分钟结问的一个采访 而是Elon Musk和Tag Carson之间的对话 虽然他们也谈的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这个108分钟的采访的话 敬献Elon Musk的聪明才智 那我觉得你在媒体上看到的是 他经常嘟嘟逼人或者是好像出言不逊 那实际上他在川普的rally中表现的和在Tag Carson采访中表现的都是非常一致的 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地名有礼的一个书生的样子 非常的温和 即使他的言词可能是比较直率的 但是实际上他的语气是比较温和的 不像川普或者很多人他是战斗性的 像拜登就是很多时候是很愤怒的 那他不一样 就是他即使在表达像对非法移民 还有不要ID投票等等非常严肃的问题的时候 他也是用很多诙谐的口气在谈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可以接受的方式 那当然他谈到了几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对于他删除的一条贴文 他在X上就说川普遭到了两次刺杀 为什么Kamala Harris没有遭到过一次刺杀 他说很多人就说我是在唤起仇恨 好像要号召大家去暗杀Kamala Harris 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他这种无关紧要的人 根本就没有人要去暗杀他 所以他说但是大家指责我我就把他删掉了 他说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百个傀儡中的一个 就不管他是拜登还是Kamala Harris 他们都是傀儡 他这种人无关紧要 那为什么要去暗杀他呢 就想的想不到会去暗杀他 所以他明显的流露出了他对哈里斯的不屑 就是你这种人 你的态度你的出现都无关红纸 就根本没有意义去刺杀你 然后第二个他讲了对这个选举的一个担心 因为当时Taka Carson就说那你现在都跟川普站台了 那你就全身心的投入了 说你不担心假设如果川普败选的话 你会连谎的杀不成 你因为你都不可以说我没有支持他 因为你都已经站到台上去为他呼吁了 然后Elon Musk就笑着说M-O-In 我就全身心的投入了 我迫不成舟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我全部全盘赌上了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跟他在X上 还有所有媒体上表述的是一个概念 他说你看哈 我们现在很可能这一次是我们美国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因为如果这一次我们不能够取得胜利 不能够纠正和改正很多的错误和政策的话 我们可能以后都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了 你看非法移民这么多2000多万 如果民主党这一次掌权的话 他们会修改很多的法律 现在有14个州不需要出示身份证投票了 他说那以后可能他们会通过联邦的法律去确认这个事 一旦确认的话 那这个美国没有选举了 只有民主党的初选了 就像加州一样他是一个一党独大的一个天下 你选来选去就是无非是选的这个民主党人 还是那个民主党人 就是我们只有民主党的初选 没有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者第三方人士的 真正的意义上的竞选 所以他说美国就完蛋了 他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选举 如果我们不能取得胜利的话 然后他也说了一个事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硅谷 他说他去投票出示他的身份证 然后官员就跟他说 我不能看你的身份证 如果我看你的身份证 我都是违法的 我都不可以被允许看你的身份证 都到了这个地步 就你主动出示他 他都不敢看了 那我昨天讲了这个加州州长通过的一个法律 就是为了针对Honeyton Beach 这个红的市的市长的一个规定 市长说对不起你们在我们这选举就得出示身份证 然后加州州长就说你如果要实施这个法律的话 那你就是违法的 那宪法规定公民才能投票 那你不出示身份证 那你唯一的目的不就是投票吗 这很明显 就是马斯克表现了他的忧虑 所以Tamil Carson就问他 就是那你不怕你失败之后 你又不能够否认你对川普的支持 你还准备再去帮他助选 因为伊拉马斯克说他还会到另外几个地方去 参加川普的集会去帮助竞选 然后Tamil Carson就说那你就是抵赖都抵赖不了了 就是假设川普输了 然后他说那对我all in 我迫不成舟了 那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他说那你不担心他们会指控你吗 他说他们有可能会这么做 但是那怎么办呢 那我也得做对吧 他就说那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我必须得做这个事 所以你看他从他收购推特到他助选川普真的是义无反顾 所以很多美国人包括很多世界各地的人都说 好像是两个亿万富翁试图在拯救美国 一个川普一个是Mask 然后那当然Tamil Carson也说了 说你看你是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供应商了 他说那要指控你可能也不太容易要搞到你 他说他们有可能的 但是呢他说我确实是他们最大的供应商 因为我跟波音相比 我提供的技术比他更好 提供的服务是他的两倍 但是我收费只收他一半的价钱 你说要是你是政府的话 你跟谁合作 他说那他们希望所有的生意都跟我签 所以他也有自己的这个把握 那当然如果政府要搞掉你 他真的像中国49年或者之后到目前为止发生的这些事 他完全可以说我充公你 或者是把你一个诉讼关到脑里 然后去收归国有 把你这个航天航空公司或者什么的 那你一点话都没有说 然后再取消第230条 制裁你推特 你一点话都没有说 如果真到那个地步的话 那美国就完蛋了 所以伊拉马斯克说 反正我就是这么干了 然后他们还谈到了另外一点 就说为什么美国的大部分的伊万富翁 很多伊万富翁都是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然后伊拉马斯克就直言不会的说 他说是因为爱博士坦的这个名单 客户名单我们都知道爱博士坦的这个小岛 他有很多权贵 还有科学家 还有有钱人 还有政客都去过这个地方 所以伊拉马斯克就说 那川普要胜选之后 他要放出这个爱博士坦的这个名单 但是很多边缘人就很害怕 然后所以这个Toker Carson就说 那谁比较害怕 所以Rade Hoffman是不是感到很不舒服 然后伊拉马斯克说 对了 还有Gate 就是Bill Gates 所以很多伊万富翁之所以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按照伊拉马斯克的说法 就是因为他们怕川普赢得选举之后 他会公布爱博士坦的名单 这是一大批 包括比尔克林顿之类的政客 他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这是很多权贵不愿意干的这个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爱博士坦要干这个事的原因 他要抓住这些权贵金融的 和科学界的和法律界的所有的大拿 也掌控他们 这就是爱博士坦为什么要找这么多的女孩子 去提供他们服务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因为这样他才掌握了上流世界 所有的肮脏的秘密 最后他能够掌控这个世界 能够攫取他的财富 那当然还有很多更精彩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直接去看一下更好 因为他108分钟的节目 我不可能谈到面面俱到 我说了几个非常重点的事情 那然后伊拉马斯克也谈到 就说你看他们要是起诉我的话 如果分分钟他们不是已经起诉了我吗 司法部就说 我没有雇用这些申请庇护的这些移民 他说那同时联邦有法律规定 说我这样的供应商是不可以雇用 没有绿卡和美国非公民的人的 因为这个是跟国家安全相关的 但是他说实际上又有另外一条法律 是要保护申请庇护或者受庇护的这些移民的 他说那法律都是互相冲突的 就看你要挑哪一条来指控我 所以这就是伊拉马斯克的一个说法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60分钟采访 哈里斯也是一个大翻车 那哈里斯面对了很多结问 比方说经济问题 那经济问题 那当然就是之前很多记者都问过他的 所以你说要大派钱 那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他由我顽固左右而言他 所以我从伊万富翁那收钱 他说那你从伊万富翁那收钱的话 你得面对现实啊 说如果Congress通不过怎么办 他说那Congress国会怎么会通不过 我静悄悄的跟他们这些议员都说过 他们都很赞同我的 所以这个主持人就说 你必须要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 就你看主持人虽然是态度很好 因为是CBS嘛 但是他也表达了他的这个不信任 意思说你Camla Harris都不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上 这可是CBS60分钟14的主持人的一个非常平静的表述 然后也问到他非法移民的问题 那Camla Harris就说非法移民我们要通过Bill 他们这个国会不让我通过 那不就又回到前面这个问题 经济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你都要国会的这个Bill 国会pass你的Bill 如果国会没有pass的话 你有什么希望对不对 然后他说那我们提了一个Bill 他们都不通过什么的 意思说共和党还有川普坏了事 然后同样的主持人就说 那你在那有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你还是没有搞定什么什么的 其实你看他脸上的表情并没有被哈里斯说服 但实际上那个Bill之所以没有通过 就是因为这个Bill并不是一个阻止非法移民的Bill 它是一个非常糟糕的Bill 它要接受180万的非法移民 而且也没有给建墙资金 然后还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抓了放的这种政策 你抓了就放你就变成 现在他都汇到汪洋人海中没有任何意义了 还要资助庇护城市 资助这些帮助非法移民的这些NGO 大家都知道这些NGO非政府组织 就是左派的这个偷选票组织 他们都是一体的 然后还要给这些非法移民发工作许可 还要给他们提供律师 还要弱化对庇护申请的筛查 然后还塞了600亿美金的援助给乌克兰 所以这样一个bill完全是帮助非法移民进到美国 而不是阻止非法移民的 所以共和党怎么能签呢 对不对 这就是Kamala Harris的 他所提到的移民的这个bill 这不仅不是阻止移民 反而是让移民更快 更迅速 更畅通无阻的进到美国来 所以你从主持人看Kamala Harris的表情 你就知道他没有被Kamala Harris说服 这就是Kamala Harris又一个大翻车 那当然最近Kamala Harris 因为他的民调一直在下滑 虽然主流媒体一直在说 他的民调在上升什么的 实际上他的内部民调一定是会很糟糕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选举不到30天了 他的媒体政策忽然来了一个大调整 从避而不见媒体到主动出击 要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 他甚至接受了一个谈性的媒体的采访 这个媒体是被川普拒绝的 川普拒绝的原因就是说 你谈性啊 谈这些话题 跟我这个没关系 我不要去 Kamala Harris却去了 哈里斯接受的这些采访 要不就是极端左派的softball 打软球的这么一些媒体 要不就是很轻松的 很搞笑的 因为他想试图制造一个欢乐的形象 但是很多人就说 这就是必时就虚吗 因为现在奥巴马的这个顾问就说 他必须接受更多媒体的采访 他要面对媒体了 也就是说大老板奥巴马发话了 就是你这种策略 说头乌龟的策略是不行的 那本来民主党是想把 Kamala Harris推成另外一个奥巴马 就变成一个所谓首个黑人 或者印度裔的女总统 结果很可能他会翻车 变成希拉里克林顿 这就是民主党最大的一个担忧 所以在离大选不到30天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重大策略的调整 一定是你内部民调显示非常的糟糕 但是像很多大咖要采访 Kamala Harris经济问题的 他就已拒绝了 他要大谈性和感情什么的 relationship and sex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倾向 他只会胡说八道 那当然他只能看体词版 和只能接受软球的这个提问 并不说他很可能资质欠缺 他资质是不是欠缺 我们现在还不是很知道 从表面上来看事章 但实际上很可能是 他不能够出现回答这些问题 这才是问题的一个关键 就是傀儡只能看他自己读的这些字 那所以Elon Musk就也在Tagel Carson的节目中开玩笑 他说那我在川普的rally上 我可没有看体词版 都是我自己说的 他说我还挺棒的 我都是可以不看体词版说话 就在嘲讽哈里斯 所以一个扣选人到了被所有人嘲讽的地步 这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现象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 加油